那么这个按照一周刊所报道 最近开会的时候 这个马英九连次两次点名 朱立伦要他连任新北市长 那么甚至于很多的权力 很多的这个组织 像原本是马无后援会主力的 中部企业家组成的磐石会 南部企业家集团团体的这个议载会 和全国性的千锤百炼后援会 这些成员 那么现在都交接给吴敦义了 那也就是说 全篇要讲的是马英九比较喜欢吴敦义 2016接班 不喜欢朱立伦 要朱立伦这个连任新北市长 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徐老师 你的观察是怎样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高 因为马英九也是这个模式上 模式来挑这个副手的嘛 就是说 我觉得吴敦义他现在是副总统 其实他从 他过去行政院长到副总统 他其实政治行情都一直往上跑 朱立伦从桃园 然后去当副院长以后 可是副院长去选新北市 其实政治行情 老实说新北市对他没有加分 搞不好还有点减分 因为你也看不出新北市有什么政绩啊 对不对 当然他不会像台北市闹出 林院这种事情啊 他没有负面的新闻 可是也没有什么太多正面的新闻 我觉得朱立伦选新北市只是在消耗了 所以这样消长就很清楚了 我觉得马英九而言 新北市很重要 朱立伦联认是最安稳的一个做法 因为联认的成功几率比较大 顶多就是朱立伦联认之后呢 再让他来接行政院长 然后我觉得行政院长通常担任副首人选啊 吴敦义 吴朱沛 其实从马英九的角度 吴朱沛打民营党也胜率很高啊 对不对 那现在只是说朱立伦愿不愿意吞下去 去当一个副首 我觉得吴朱沛 那如果朱立伦当副首 他得要等到几岁才能选总统啊 对啊 可能要等我小朋友念大学啦 同意 那时候他朱立伦几岁了你知道吗 对 可是朱立伦那时候 当答应去选新北市的时候 这条路就已经定好了 你一定要把新北市守住啊 才有战功啊 然后新北市上来接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做什么用 就是要把这整个组织 把整个资源控制在手上啦 辅佐 我觉得吴敦义的行情 是一直在往上爬啦 我觉得台湾政治人物里面 其实就他现在成长最快 我觉得这也不是朱立伦的党的作用 我觉得这是朱立伦必须接受的政治现实啦 至于什么新北市啊 台北市啊 我觉得如果新北市是确定朱立伦连任的话 那我觉得这就剩下台北市一个位置需要处理 当然还有台中啦 可是我觉得对马英九而言 这个问题都搞不好比较吃药了 那台北市长你觉得 如果我觉得马英九权力独大的情况之下 他要的人 江一话也可以啊 李鸿源也可以啊 李鸿源都呛郝龙斌怎样 居住不正义啦 我讲这个部长呛市长 通常是部长要选市长才会这样呛的 对不对 江一话也是一个啦 因为对台北市的生态而言 我只要找一个没有争议的 学者出身的 学者出身的 跟马英九关系良好的 侯宜都很容易当选 我觉得我的意思说从马英九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那吴敦义如果2016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 对民进党来讲是 侯宜我觉得整个国民党 未来搞不好会想要建立一个制度 就外省级跟本省级轮流执政 马英九外省级啊 吴敦义来接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 国民党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 当本省级变成候选的时候 国民党会不会团结啊 李登会的时候国民党出了什么问题 对不对 所以联赞的时候国民党内还是有问题啊 到现在联赞的人马还是觉得 马英九那时候你到底有没有挺联赞啊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内 马英九之后 这些接班问题问题会非常多啊 那当然从某个角度以来 这是民党的机会 可是我要讲 吴敦义跟朱立伦这样的配 如果他们真的能团结的话 对民党打 我觉得这也很不好取 很难打 很难打 是 年后来要補充 其实我觉得朱立伦最大的问题是在他 他要决定2014要算还是不算 朱立伦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也可以听马英九的安排 目前看起来是 马英九希望朱立伦2014继续算 帮吴敦义守住新北市这一块 我刚才算上的 如果吴敦义当选 朱立伦 孙朱立伦做副手 吴敦义做贝尼 朱立伦是到差不多 五十六十岁 六十六岁才 才当孙总统 不是啊 你想想他还有两年市长第一任啊 对啊 他还要再连任的话就四年就六年了 六年对啊 然后吴敦义再做八年 吴敦义再八年就十四年了 他现在五十二岁啊 对啊 所以就是六十六岁啊 对啊 做总统 六十六岁的徐老师就要带媳婦啊 对啊 民进党才想要拼 他说七十岁啊 所以我说朱立伦自己要决定 因为有时候政敌是这样 有时候政敌是 没错 上面有关键的眼神帮你安排 你也可以事半功倍 可是有时候政敌你会自己去拼 你会自己去試看看 你知道吗 那我倒是觉得 哎呦 我跟你讲 十四年后的政治情势都不晓得演变成什么样 不要讲十四年后 四年后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都不敢保证 所以朱立伦自己要好好去考虑 我倒是对台北市长这个位置比较有兴趣 因为我觉得 江仪化摆明是会选的 江仪化摆明是会选的 那如果说廉价的 你看出来他哪里摆明要选的 很清楚 台北市政府 他去当行政院副院长 然后 丁盖文明院都庚的事情 其实很清楚 台北市政府曾经2009年 行文去问 乃政部 说这个都庚条例 这样我们去抢处 有没有违宪 问了两次 内政部跟他讲没有违宪 可以猜 可以猜 没有问题 出了事情都好容易在看 出了事情之后 内政部说 台北市没有问过我 逼得台北市政府最后得把公文拿出来 那时候内政部长是谁 就叫做江仪化 所以内政部显然这个事情 他是从头到尾 他在切割嘛 那保护的是李鸿源吗 不是关李鸿源什么事 李鸿源这真人而已 保护的是江仪化 所以江仪化我认为 他是有这个企图性要选 而且成图徐老师刚刚讲的 以他的形象 以他的党籍 跟马英九的关系 在台北市选 一如反掌 因为我看不出来 现在民进党台北市有什么人 可以挑战这个 你这么瞧不起民进党 我不是瞧不起 我讲的是现实 民进党现在 宏宇你别忘了 2014年四合一旋律 你知道要提名多好人吗 超过一万人 民进党去哪里生一万人 其实中国国民党的接班 和中共大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的因素 就是中国那一边 大家都讨论 但是中国那边 你看香港的敌修在算计 中国那边要抵抖一个 那才有法度出色 我们刚才说的 都是客观因素 但是中国 现在目前看来 五十年跟中国那边的关系最好 因为在做国民党比斯党的时候 常常的你用国共平台 跑去那边抵抖 游去香港 游去共产党里面 那些高层的 天堂这几个市党 跟中国那边 核心的那边 天堂没法管 所以这些班的问题 是要怎么办 我相信 也要求多少 还要受 中国共产党的牵制 我们常常说 那个政立一宗 台湾要跑一跑 跑到不像 没后最多 台湾的特首 没法度反对 怕你整个部队 如果马英九 不许考虑这样子 你想说 这几个人 敢不扶马英九 你看 胡志强 我在泡风 什么抗 抗掌連线 抗掌連线 我就想到薄熙来 打黑唱风 人家共申党 有法度处理薄熙来 在中国国民党做官 总统说这个要当大人 现在的藏 是对台湾的经济很好 那你一个小小的地方租活 既然把我抗掌联盟 是在抗掌連线 什么东西 那人在共申党 马上处理了什么 但是台湾不是 胡志强没有那个能力 胡志强没有一百个女人 胡志强没有一百个女人 胡志强没有放炮 什么叫美德 抗掌是人的基本权利 人家处理基本权 不是美德 胡志强 胡志强 你不要因为生活太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发动一个抗掌 这是一种美德 节俭才是美德 对啊 抗掌就是人要活下去的基本权 胡志强 是 那五度的人选 现在台湾齐 真的是迫在眉睫 还有新北市的问题 但是我看到国民党里面 其实现在的国民党 比四年前 八年前的国民党 其实对我们民进党压力会更大 因为你现在看呢 他们至少都是包括 都是那种政治粉面族 这一波的 他们的接班人系列 身高 学历 样子 相貌 戴眼镜 看起来输不输 差不多都是这样 政治粉面族 对 差不多都是这样 对 他只要包装就好了 省级正确 党级正确 到都市里面再做包装 花个几百亿 几亿元 买个广告 几乎在都会地区的选举 对我们都非常艰困 所以这是我们的新的困境 我们面对一个 选举技巧 以争完善的国民党了 那所以我们除了价值理念 那我们就推美少女检医院啊 没有啊 没有啊 民政党主席这次摆出来 你看起来 开始有没有 买了 什么 所以这个艰困的挑战 是现在开始了 我们要面对 百年老党的国民党 他转型成功 然后他全面 采用了欧式跟美式的选举技巧 没有啊 欧式跟美式的选举技巧 没有呢 我觉得还是欺骗 对啊 用钱啊 但是用钱包装啊 你不想讲江毅化 李弘元 等等的这些人 他们只要再加上广告费之后 那地方的装脚还是国民党的 那只要有一个帮他们 地方的装脚处理好 那边的钱 民进党有什么算 所以我们是希望 台湾人民要够称 对 我们要从 我们的选举不再选 那些 民党的那些 看他的证件 还有看他实质上 批了什么公文再说 哎呀 你看法国总统沙科级 才165公分 那些都厚厚厚啊 对不对 事业上五大国家里面 他也是选上总统啊 民党在走什么 一定就是那个水面的喔 未必啦 我是觉得看人民看能力啦 蔡委员 你看国民党 国民党这个什么 朱立伦跟 这个什么 吴敦义 我认为吴敦义的形式 比朱立伦还要好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 马英九支持吴敦义 第二个原因是 他有市长连任的问题 当他市长连任之后 2014连任之后 他当不到市长一年 马上要离开去当总统候选人 难度非常高 除非你不连任市长 那你不连任市长的话 马英九要不要位子给你 这个是重点 你觉得他台北市长会撒什么 我认为台北市长 国民党不用怕没人 在这里 谁做人模人样 大概政治正确的人提名 他们认了都会赢 他们是失定了台北市 他们都认了赢 所以你也要放弃 不不不 我们已经在找很强 很强的候选人 准备跟他要投赢 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